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伟林 一起来关心维地玛拉著名的火火山 也就是富埃哥火山 在当地时间三日喷发 浓密的烟雾和火山灰 甚至是滚烫的熔岩 几乎快湮灭附近的村落 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紧急展开救援行动 民众拍下火山喷发浓烟 维地玛拉富埃哥火火山大喷发 附近居民紧急逃生 能逃多远就是多远 只因这次火山喷发 浓烟窜高高达1万公尺 滚烫的熔岩与飞食也倾泻而下 连20公里外的地区 都能感受到火山爆发的震动 与富埃哥火山距离最近的罗迪欧村落 高温熔岩点燃不少房屋 村民逃生不及葬生火窟 还有孩童疑似在观看火山爆发时 被火山建设的飞食击毙 许多人也被灼伤 甚至被熔岩活埋 当地政府统计 这场火山爆发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 300多人受伤 约170万人受到影响 政府已经出动 警销人员前往抢救 目前还有许多人失联 死伤人数恐怕会进一步攀升 这次富埃哥火山爆发也迫使维地马拉 关闭位于首都的拉奥罗拉国际机场 当地民航局表示 在有火山灰的情况之下 为了确保乘客以及飞航安全 需要关闭跑道 当地专家表示 富埃哥火山高3763公尺 位于首都维地马拉市西南部45公里处 是国内三座火火山之一 这次的火山活动 是自1974年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喷发 熔岩已经流出蔓延8公里 民众紧急撤离危险区域 新闻时时报记者徐伟林整理报道